妖言妖臣 否则今日血洗此处 魂殿终于是来了吗 魂殿的人来了 外面有很多强悍的气息 这一次 看来魂殿是真正打算血洗星人格 来杀机警户了 摘星老鬼 这老鬼也来了 还有当日的黑白天尊 竟然这就来了三名天尊强者 这魂殿还真的是看得起我们呢 风阁主 现在如何是好 魂殿大肆来返 而且看这声势 可不像仅仅只是来要人的呀 慌什么 魂殿可不是什么擅长 他们这是打算血洗星人格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会直接派出三名天尊强者呢 所以 除了拼命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 风阁主 星人格是我们的根 为了他 我们付出的心血 不会比谁少 不管是谁要毁掉他 我等都是会誓死相战 好 风险的眼光不差 既然如此 我们近日别让我们誓死相抗 我倒要看看这魂殿能霸道到何处去 奉尊者 老夫奉劝你还是乖乖的将人交出来 这星云阁的大阵可保不了你们 两位一起出手 破了大阵吧 此行出来动静太大 恐怕不少势力都是眼线根来 所以今日必须使用血腥手段镇压星云阁 要借此让那大陆其他势力知道 我魂殿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招惹的 破了他 这大阵顶不住他们三人的攻击了 魂殿此次来了三名天尊 还有七位尊者 斗尊强者也是来了不少啊 七位斗尊以及其他的强者并不算是麻烦 但是宅兴老鬼三人却是大麻烦啊 既如此 黑白天尊二人 我来阻拦一下 你一人怎么会是他二人的对手 不用打败他们 我们所需要的也只是拖延时间 拖到妖臣顺利出关 宅兴老鬼由我来对付 黑白天尊之中的一个 将由天妖魁来 至于另外的一位天尊 便由小一仙与天火尊者留守 你出关了 那妖臣呢 还需要时间 那最后一位天尊 就交给我来吧 让小一仙姐姐他们 去挡住其他的斗尊强者 没事 我与妖老先生能够拦住他 小爷少爷 放心吧 我能拦住他 打开大阵吧 要破了 小爷少爷 我说过 我们还会再见呢 这一次老夫倒是要看看 还有谁能救你 老鬼 你的废话还是一如既莽的多 住手吧 速战速决 你已经失败了好几次 此次若是在失败 下场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不用你们来提醒 血腥星云阁 是 杀 小子 这一次老夫必将亲手 将你抓回魂殿 到时候老夫会让得你明白 什么叫做神不如死 傀儡吗 族族能够与四星道尊匹敌的傀儡 那可是有些少计 就给我来处理吧 看来大开杀戒的事 只能由我来了 老头 让我来做你的对手吧 闭蛇三花童 猜对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真的存在 这种神奇的眼头 不过可惜 你的实力 太弱了 那可不一定哟 哼 哼 这他分别没多久 这下子的实力又是有所亲近 若是再这么下去 下次见面时 恐怕连我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此次的星云阁 真是遭逢大难哪 竟然惹得魂殿攻打 清云阁 清云阁若是被灭了 那四阁则是腾出了一个位置 我们刘云阁说不定还能借机而上 这就刘云阁那点实力 若是成了四阁之一 恐怕第二天便是得被灭门 你说什么 找死 怕你不成 痛快 你就跟老夫耗吧 老夫倒是要看看 你星云阁 能拿出多少条命来让你好